来自加拿大卡巴利亚剧团的作品《梦幻五马》即将来台湾演出 它是一出融合马术、多媒体特效、杂技还有舞蹈的作品 云门五级艺术总监林怀明就说 这个作品不只是艺术表演 它更呈现出人跟马的完美默契 数十匹马整齐移动搭配演员特技 跟传统马戏团不太一样 没有训寿师、没有指挥 人跟马如同朋友一般完美搭配演出 他们是来自加拿大的剧团卡巴利亚 明年一月就要来到台湾 那种感动是说不来的 大概是我一辈子看到很多的表演 可是这个表演让我觉得由衷的开心跟感动 这里面包括所有的演出里面 因为忽然间看到人跟马 有一种惊人的美妙的和谐 卡巴利亚创办人Norman也是太阳剧团创办人之一 他从饲养马匹开始 第一次尝试将马尔放到舞台上后 成果令人惊喜 2003年在加拿大魁北克首演后 好评不断 至今已经演出超过2300场 壮丽的场景 丰富的特技 要使用超过20台的投影机 整个舞台就像是大型电影院一样 对于马匹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 每一场演出平均约有50匹马 这些马就像专业演员一样 快速冲刺 跳跃 每个动作精确无误 林怀明说看完他们的演出 下一辈子想要当一匹马跟着卡巴利亚 是一个诗意的演出 让我们感觉到那个马的自然 马的自然的优雅 马的那个健壮跟那个气魄 可是那个东西是没有人在那边操弄 也没有人在说哈 马不会说这个事情 所以那人就顺着这个马的自然 在酝酿 在行进 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 最感动人的一部分 与其说是表演 不如说是一场马的游戏 林怀明说卡巴利亚 让观众了解到底什么是马 也在人跟马之间 找到最完美的平衡点